大年初九 前总统马英九 来迎立委赖世宝 来到指南宫拜提供 致此时先向相亲拜个晚年 风调雨顺 天灾少 国泰民安出口多 连续十八年不缺席 每逢大年初九 马前总统都会回到指南宫参乡 祈求果运昌隆 只是前一天上午才喊话 要两岸多交流 国泰办发言人 朱凤莲晚间针对中方渔船 翻覆事故在呛下 两岸渔民自古以来 都在下金海域传统渔场作业 根本就不存在 禁止限制海域一说 对此海委会主委 管碧玲脸书上手出数据 今年截至二月十六号 金门民众通报次数多达二十四案 显示人民盼望捍卫海域 非海巡署一意孤行 再次强调执法的比较性 这是中国企图虚无化 中华民国主权 片面的改变台海现状 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主张 而且是会制造区域冲突 区域不安定的潜在导火线 因为金马两地跟大陆的往来 比较密切 应该就让两地的政府 跟大陆比较直接密集的 这样沟通 这样可以避免误判 减少插枪走火的可能 不过中国可不是说说而已 中国四千顿级的海洋 综合调查船大洋号 自15号起就出现在 我东北角海域 而且警贴24里领街区 南北来回行驶 更与我方的桃源舰持续对峙 一起渔船事故意外 让中国找到滋扰借口 未来台海两岸的局势 恐怕会更为紧张 建议我们来警战马恩凯航其安采访吧